大家好,我是言語治療師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說一下我們的工作和如何協助小朋友 我們一般都會提供評估和診斷小朋友的溝通問題 希望幫他們提升溝通和社交論力 我們會找一些評估工具和透過小朋友的觀察去評定他們的問題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協助小朋友有四個範疇方面 第一就是一個語言障礙 例如小朋友會遲說話或者是理解和表達方面 是有一些詞緩的 例如他們有時會問非所答 或者不能夠理解這個指令 或者是說話辭不達意 不能夠用完整句子 另外我們都會看看小朋友有沒有發音的問題 一般來說我們聽到小朋友有些發音的錯誤 例如花、講作巴、咬字不清的情況 我們都會教小朋友的 另外就是有些小朋友有口吃的問題 說話就是不流暢 或者有些口肌的問題 例如有些流口水 或者是口腔肌肉很弱 還有一些眼東西很差 另外我們都會有時看到小朋友有些聲線的問題 例如他們會有些沙聲或者失聲的情況 這幾個都是我們會幫助小朋友的範圍 我們一般會用這些教材去協助小朋友 教導小朋友 大家可以看看這些我們有些例子 例如我們會有些玩具 我們會跟小朋友玩遊戲 希望幫他們探索一下周圍環境 還有建立一些有關物件的概念 去理解一下物件的用途和特徵 還有在玩的過程中 我們也會幫助小朋友去學習指令 以及建立一個思考 另外我們也會用一些圖畫卡 一些圖書 去教導他們 這些圖畫卡也可以幫助小朋友 去增加理解能力 一些邏輯思維技巧 和增加詞匯的運用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 祝大家多說一些 謝謝